够不够震撼 今天一次性上线了九位数的货品 有时和我们日常穿搭的小米珠 白的 紫的 也有咱们豪门阔态 最爱的大颗粒的满绿珠链 另一条就价值汤城一品的一套吧 那像这样的绿珠链要怎么选择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种水 如果种水到了 我们就要看它的颜色 颜色好了 我们看它颜色匀不匀 其次我们就要看它的颗粒的大小 有没有纹 有没有粒 瑕疵 完美度够不够 这几个维度都完全影响到它的品质和价钱 来我们看一下我手上的这条 颜色比较浓郁 种水比较好 整个是一致的 所以一个石头要切出这么多颗粒的 种水一致的珠链是比较难得的 这也是满粒大颗粒的珠链的尊贵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单单只看它大 比如我手上这条 它这条的颗粒比这条大得多 但是它的颜色和种水没有小的这条好 它的价格也相差了很多很多 如果说是又大 色又好 肿又好 它价格就上来了 像这样的豪装 也就是咱们豪门阔太太最喜欢的宝贝拉 咱们再来看看 适合日常穿搭带的小米珠 这种小米珠近一两年 特别受脆梅的宠爱 时尚 精致 简约 而且白搭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能够直观的看得出 饰品对穿搭的重要性 那像这样的小米珠呢 它可以戴在脖子上 也可以绕在我们手上 整体它是比较轻盈时尚的 猪脸看完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手镯 今天出的那批手镯 有白玻璃的 有种袋色的 有冰挑花的 它每一条都是七位数以上的品质 而且都是那么珠光宝气 这五条冰飘花 是我们一个板切下来的 每一条都起杠 起银 而且珠光宝气 戴在手上是非常强的 自带光圈 我们看到的飘花有很多 这种它是闪落性 飘移型 异动宁静感的飘花 而且它的灵动感 戴在我们手上 那是特别高级的 也有一些脆油说 手镯佩戴摘取不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猪串 像这种冰透 总水好的猪串 每一颗都是起冰 起胶 而且干净 特别喜欢冰粉 粉纸 像月碎一样的粉纸的碎门 不能错过 今天咱们上线了这么多的美惑 告诉我 你喜欢哪一件